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有關於國考1600、1200 這些距離當中 你該注意什麼事情吧 那首先在國考的測驗距離當中 這個距離其實是屬於 非常的介於有氧跟無氧之間的 你跑當中其實會有點喘 但是還在你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所以你跑起來 配速就格外重要 所以記得 你在跑1600的時候 跑起來的感覺 第一圈應該要覺得有一點快 但還可以接受 第二圈跟剛剛的感覺不能差太多 如果你在第二圈已經跑到很喘的人 代表你這個配速太快了 你要去調整一下你目前的速度 否則你在接下來的三四圈 可能就會影響到你接下來的成績 導致你整體成績下降 所以前兩圈很重要 記得先穩穩的跑 不要讓自己跑到太喘 那第三圈就是你的比賽關鍵啦 因為第三圈的時候 通常是跑到最痛苦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感覺 通常是已經覺得 哇 好喘 這種感覺會出現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撐過這個撞牆旗 因為到第四圈的時候 你就會告訴自己 快變成公務員了 加油 然後你就可以有力可以繼續衝最後一圈了 所以記得 前三圈是非常重要的 前兩圈保守穩一點 第三圈的時候 想辦法維持不要掉太多 最後一圈 你就可以有效的衝刺 讓你的整體1600成績不會掉太多 而且順利考上公務員 那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剛剛跟大家提醒這些 1200、1600的測驗當中 該注意的一些小小的事項啦 那記得在測驗之前 還是要妥善的訓練 才不會在你在測驗當中 很氣餒自己怎麼考試考過 結果卻是敗在體勢能測驗這一塊 那就預祝大家可以考上 心目中理想的公務員啦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